在香港動植物公園的動物死亡的事件 到目前為止有九隻動物死亡 另外有一隻動物在接受觀察 昨天民體內保局長已經是主持了一個跨部門的會議 去緊急處理這件事的 亦都聽了康民處、漁護處以及衛生處作出相關的報告 我認為這件事最重要是有幾點的 第一 首先一定要圍堵問題 不讓問題再去擴大 目前來說 我們有關園區已經被圍封了 亦都做了清潔消毒了 第二 是要做適當的管控 剛才除了我說的清潔和我們做消毒 還要繼續監察著 而且現時的工作人員 亦都一定要做好自己的防禦工作 就是說要穿戴著適當的保護裝備和衣服 第三 做解剖 盡快去完成我們的獨立化言 還有一點就是 我們是有任何消息 如果是新發展的 應該盡早公佈 讓大家知道事情的事實是怎樣 而之後我們採取措施 也會盡早公佈